阿尔金山山脉盲鱼以为有百处的山 阿尔金山是神秘的 那里没有人群 没有信号 甚至没有道路 却有太多危险 太多生命的景区 阿尔金山也是美丽迷人的 那里有成群成群的各种珍惜野生动物 有茫茫的雪山 清澈的火山 也有壮阔的金色沙漠和一层不染的蓝天 白云 会认为是荒原上最后的壮美 阿尔金山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治治区东南部 通断绵延至青海 甘肃两省街上 为塔里木盆地和采达木盆地的街山 东北东方向延伸 平均高度3000到4000米 西段较高 最高峰6161米 有小型冰川发育 洛强河 米兰河等发源于此 但水量不大 山路的洛强 米兰等绿洲面积很小 气候感旱 只被贫乏 无常年有水河流 阿尔金山东街奇连山 两山之间的当金山口为采达木盆地 与河西走廊之间的交通要道 有公路通过 新疆自古就有玉石之乡的美玉 新疆和田域分布在新疆首辖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一带 阿尔金山的北路是古代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的通道 汉代的玉门关就在此路上 阿尔金山的原生玉框 主要分布在浅墨和洛强地区 浅墨仙产的玉石域系列中有名的卡腔料 产与阿尔金山地区的河田域 今天被据化为金山域 除少量清域外 主要以地域和墨域为主 其特征与天山产区的软域极为相似 被认为是未来最有可能代替天山产区的河田域产区 曾经的阿尔金山地区人际汉治 成为地球上首有的地理空白区之一 被受瞩目 19世纪 俄国探险家首次涉足了部分地域及边缘地带 1982年中国科考队首次深入该地区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有些人与WWW联合考察后 称这里是世界上少有的生物地理省之一 是不可多得的高原物种基因库 1983年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成立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我国第一个以高原脆弱生态环境 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区 保护区内有八大骑警 木子塔格峰 大酒吧草原 库墨库洛沙漠 沙子泉 鲸鱼湖 魔鬼骨 阿尔卡 银蓉地帽 和伊邪克帕帝湖 最令登山家向往的 当属保护区西南角的木子塔格峰 木子塔格维吾尔语 以为冰山 他即可称为冰山之父 其主封海拔6973米 周围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 有50多座 冰雪覆盖达1600平方公里 90多条冰川 雪崩频繁 数百公里内秒无人计 1985年中美联合登山队首次将人类的脚印留在了顶峰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境内 世界海拔最高的沙漠 扑木扑勒沙山北路 在海拔4000米的统一高层 分布着三个巨大的拳眼 仿佛三个巨大的沙眼 总能约沙子拳 其中最大的一眼 拳头直径达200米 保护区南端的鲸鱼湖 现成湖岸街的12级 是一种罕见的湖泊类型 湖的形状恰是一条横握着的北大鲸鱼 头冬围细 孤儿得名鲸鱼湖 保护区东端的那能隔日湖 太阳狗 雨量充沛 气候湿润 牧场猫灭 大小湖泊星罗旗布 在当地流传着许多关于山谷的神秘传说 当黑云笼罩着山谷 伴随着电闪雷鸣 即可看到蓝莹莹的鬼火 听到猎人求救的枪声 和牧民急挖进着绝望而悲惨的哭号 人们远离着神奇的地方 并改造它为魔鬼谷 经考察发现 魔鬼谷有大面积强磁性地玄武岩 和数个铁空脉及时引体 加之是空气受山脉阻挡 汇集谷内 形成雷雨云 常产生雷暴现象 保护区的各类野生动物分布 显现出相对集中 密度大 种群大 数量多的胎死 根据2007年统计 有野生动物359种 张领阳 野猫牛 张野驴三大有体内动物数量 有10万头只左右 其中张领阳数量 为3.7万只 占中国的三分之一以上 历史记录中 张领阳的数量 曾达到百万只只多 但1980年代的大量头 使之走向灭绝危险的边缘 多年来 西藏加大了对张领阳的保护 2016年 张领阳的受威胁程度 由边位降为意味 保护区中的鸟类数量 也在10万只以上 其中也不法珍惜群类 例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鹿 也为边位的列寸 由于阿拉伯国家对英列 有一种疯狂的崇拜 导致其本国该猛禽野外 种群积聚减少 同时 英将们也在迎合这种 所谓的彰显地位的收持运动 将猛禽各地的价格 炒得越来越高 这直接导致 我国境内走私行为日趋长局 2010到2012年 研究人员在阿尔金山保护区 4万6800平方千米范围内 只记录到了四只野生雷层 电影无人去中 出现了很多与猛禽头列相关的场景 电影一开始 黄博扮演的盗猎者用实际当幼儿 又捕到的是一只苍蝇 镜头一转 空中飞过了一只草原雕 随后是猛禽被陷阱捕捉到 被放到笼子里 当时有一只大在镜头中闪过 而黄博随后拿出两张猛禽的照片 前面那张白色的是猛禽 后面那张镜头虚化处理 但应该是红胶禽 在此后的镜头中 出现在笼子里的一只是一只金雕 和一只红禽 阿尔金山保护区由于周围被高山割住 气候寒冷却氧 人际寒之 成为我国面积最大的无人区之一 但在这里却生存着一个特殊物种野人 新疆生态学会理事长袁国英称 根据现有资料判断 中国预计还产存200至500个野人 其中新疆阿尔泰山 阿尔金山 昆仑山等地野人分布种类最多 多达七八种 原国英关注野人研究已有40多年 先后五次去阿尔金山等地寻访 国内体型最大的野人在阿尔金山和昆仑山 最小野人在乌斯附近深山里 也正是因为人烟稀少 神秘莫塞 无人区成为民众特别喜爱探险的地方 多支探险队已经成功穿越四大无人区 在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除了八大骑警和真情意售 最难忘的恐怕就是抽板路了 也是当地人文字色变的三条路 骑车在路上跳 人在车里跳 心在都里跳 由于严谨的侵蚀 道路如同抽板 却坚于无比 车行其上 前后左右摇摆不定 如同路还行走 晕厥无比 或许正是因为道路艰辛 还人机汗刺 使得阿尔金原始的庄美得以保存 若不破在若强先进东北部 国国境内最著名的无人区之一 曾是我国第二大闲水湖 因地处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古丝绸之路要重 而铸成于世 最早到新疆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不破的缺气位置争论不休 最终问题没有解决 却引出了争论更加激烈的罗不破友谊说 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罗不破的照片上 罗不破近枯四人的一只耳朵 不单有耳轮 耳控 甚至还有耳垂 因此罗不破也被称为地球之耳 青海可可西里国家及自然保护区同样作为中国最大的无人区之一 因其自然环境的险恶 拥有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 吸引着无数探险者和可靠者 可可西里因藏羚羊及相关环境保护问题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 加强了对可可西里的环境及生物种群的保护 使得藏羚羊等珍贵保护动物得以流传 如今缓冲区外围划分的实验区可以进入旅游观光 游客可以选择自驾游穿越可可西里 西藏墙塘自然保护区位于西藏自治区的那区地区和阿里地区 总面积2980万公顷 为我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可仅次于格陵兰国家公园的世界第二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于1993年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建立 是一个以高原生菜系统和珍惜野生动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 其中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张羚羊 野猫牛 雪豹 张野驴 张元铃 黑警鹤等30余种